這個可儲存式的記憶體 在我們的記憶體裡面是沒有辦法放東西的 ok 因為它在重開機這些東西這些物件就全部消失了 對不對 這些資料就全部消失了 放在記憶體的東西 只要重開機就不見了對不對 上次放在AMM裡面的東西 放在AMM裡面的資料 如果你正確儲存的話 重開機還在 ok 所以它放在一個可儲存式的記憶體 另外一個 叫做PLAYGE PLAYGE放的就是SYXCO的IOH 簡單來講 就是SYXCO設備的一個作業系統 就放在PLAYGE裡面 所以PLAYGE角色一點像是我們電腦裡面的硬碟 PLAYGE的角色 但是PLAYGE快點機率比較低 因為不像硬碟 我們硬碟會有守備對不對 PLAYGE沒有守備 所以它快點機率比較低 ok 所以一個是MVM 一個是PLAYGE PLAYGE放的是IOS MVM裡面放的是Louter的設定檔 所以Louter的設定檔 跟Louter的IOS 上來不同的硬碟位置 ok 另外一個叫做有那種 微圖式的記憶體 這個東西沒有太多的一些功能 它只替來說 直接Louter開機的一些程序 這個東西有點像是 PILES 有點像是我們電腦上面的PILES 我們電腦上面PILES會看到說 我從硬碟開機 從光電機開機對不對 有時候我們在關電腦的時候 我們會選擇光電機開機對不對 這個有點像是那種PILES的感覺 ok 回座自己 這其實你看Louter 整個硬碟跟電腦很像對不對 因為其實本身Louter其實是在電腦 你電腦可以用作為系統 電腦可以用設備級 設備的版本很像的話 你請用路由的功能 兩張紅卡 它就其實太好了 所以Ninus的設備可以 Ninus的作為系統可以download的 Windows的作為系統也可以download的 但是效能跑不好 所以另外一回事了 ok 好 這是路由線組成 那它做的介面 AOS介面還有Interface的部分 路由線組成 那同學 老師剛才講的那些硬碟圈件 做哪一些的事情 哪一些功能在這邊都有做驅逐 回讀這記憶體 它既來開機區域的一些程式嗎 ok 然後就從寶宜就說記憶體 載共有相關指令 比如說今天到這開機的時候 他先去看這個狀態 回讀這記憶體